好 现在豪宅一动一动的盖 不过其实呢我们看到要抢生意 那么现在居然连一个便当也做外送服务 从前都有最低的基本消费 可能是300元或者是订10个以上才能外送 不过现在为了抢生意是一个也送不惜血本 那么果然创造了一个月近百万的业额 请问你要订什么便当吗 三宝饭是不是 没听错一个便当也能送 黄老板经营烧热店半年 推出不限金额不限数量 只要订就送的服务成功打出口碑 我曾经有个客人就是在101这样子 帮我就是帮我用介绍这种方式 我一个月就多差不多两三百个 口碑建立了黄老板说原本只送方圆10里内 但后来生意越来越好 最远还曾经送到木炸 只是这样以一个65元的便当来算 加上油钱才算得好 整体来讲一定是有赚 你如果说单一个便当来说的话 那是绝对不会赚钱嘛 但是他单一个便当衍生出来的效应 他的经济利益就是超过他 你原有想象的 因为你可能不做这个便当 那他也不会去帮你介绍客人 那他下一个客人也不一定说 只是跟你叫一个便当 经济不景气 宅经济正发烧 这种薄利多项的概念 创造出消费者与店家双赢的局面 这一期无名山翁启斌 台北采访报道